歡迎各位,這段是我們台灣最前線 永續台灣看得見,台灣改轉手 我們繼續要邀請台台法工會 習近平告收,還是去年退休 這段也是希望台灣環保聯盟創輩會議 目前這段是公民監督聯盟的理事長 雖然他已經退休了,可是退而不休 繼續為台灣的環境打拚 感謝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開始說一個非核家園 這個非核家園是我們一個共識 我們現在為了要繼續蓋核四 那時候朝野這樣想說大家的意見很難 到目前也像這樣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有到非核家園的共識 不想說這個核四還是要去 我們當然有一段 一個過程 還有這麼濃長的歷史 史老師 我知道你長期來就是為了 這個要把台灣建設一個非核家園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台灣根本沒有那個能力 也是我們就是參與我們核電的模範生 日本也是沒有這個能力說 加速核電或是發生問題 就沒有能力去處理 我們台灣又是一個晚上 我們都不是我們先生的 我們經過沒有這個能力去處理這個事情 當時說 哇 核電發生的事情 讓我們有什麼斷燃處置 什麼可以說的 我們台灣是一個這麼小的小國 我們這段的核電的密度 是差不多 經過也說世界第二 我們剛才說一發生 像日本三一福島事件 我們是要走哪裡 那一發生 照日本的發生 那要逃避的逃難圈 我們台灣也要走到台中 不過這段台灣都沒有他 那種 史老師是很方便的 蓋元老 而且嘛 我們可以請史老師來講 什麼是非核家園 我們應該要建立這個 非核家園的國家政策嗎 我們從這裡開始來談 好 郭教授 郭教授也是環門的政會長 在環門的反核運動上面 也是講現很多 剛才有說 日本一個福島核災 那麼 我們台灣能承受得起 所以我們知道 台灣比日本來講 民宅是差不多 它的十分之一而已 對 台灣怎麼做得到 對 是 所以 如果說 在台灣參加了 日本這種福島核災 台灣是差不多 會導致 滅國的後果 所以 這個環保團體 長久以來 就主張要建立非核家園 這個非核家園 這個非核家園的意義 其實就是沒有核能發電的國家 同時也沒有核子武器的國家 同時也沒有核子武器的國家 像這個非核家園的理念 當然在台灣 我們 這個 在三十年的 反核的 這個 過程裡面 慢慢建立起來 那 首先提出這樣的 這個 訴求 非核家園的訴求 其實 就是 環保聯盟拿出來 那麼環保聯盟 在1987 11月1號 成立以後 就把這個 反核 當成一個 主要的 目標 那麼 希望說 台灣可以成為一個 沒有核電 沒有核武的國家 讓人民 免於 遭受 這個 核災的 威脅這種 恐懼 所以 長久以來 就是 對這個 非核的理念 經過 二、三十年 一直推動 推動 這個 力量 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慢慢 受到 我們台灣 國界的 這個 支持 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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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民進黨 這個 單水平 總統 動算 動算 於 當然 民進黨 這個 民進黨 總統 動算 動算 民進黨的東港 反核的主張 所以 10月27日 張俊雄院長 當然 就宣布 停建核市 當然 這個 核市要停建以前 其實 這個 行政院 怎麼叫經濟部 再去召開 一個 這個 核市再評估的會議 就是說 審慎的 再評估一下 看看這個 核市 興建 對台灣的這個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壞處 台灣會遭受什麼樣的風險 上面 有經過 這個 差不多三個月的 變國 變國 變國之後 經濟部 有什麼建議 台灣其實 不需要核市 那麼 所以 行政院 這個 張俊雄院長 要知道 全國公民 廢止 核市 的興建 那麼 當然 這個 這個 三部 當然 是 受到這個 東西的 泛藍陣營 強烈的反彈 所以 開始 杯葛 這個 行政院 去 做這個 立法院去報告 關閉草野協商大門 後來 當然 行政院 這樣 事情 就是 交由大法官來做一個改稅 到底 這個 核市議題 這樣 出力 到底 大法官有什麼看嗎 這樣 後來當然 大法官 做出520號的四線文 四線文裡面 是說 這個 核市 是一個 重大的 這個議題 那麼 依照憲法來講 這個 在 行政院以外 那麼 立法院 依照他的職權 也有參與 參 參與 重大政策 決定的 這個 權力 所以 大法官說 立法院 要讓行政院長去做報告 然後 聽取報告以後 立法院 他也可以提出他的意見 所以 後來就是 後來 當然 立法院的 開臨時會 讓行政院長去做報告 報告之後 立法院說要做一個國議 所以國議就是說 核市要復工續建 非核家園為追求的目標 一個很矛盾的決議出來 這樣 就說要追求 非核家園 但是 你要去核市 這麼矛盾的決議 就這樣走出來 當然 那時候 嘲笑也大 就說 立法院德索 要是 國泛蘭的這些立委 所以 陳總統 他就讓步了 所以 我要行政院 跟立法院 兩個院的院長簽署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就是說 我們要復工續建 然後 這個 非核家園是追求的目標 有這樣的協議出來 這個 非核家園這個目標 大家有共識 這個 非核家園目標 要讓它訂立在環境基本法裡面 所以現在 非核家園 這是一個法律上面 國家要去追求的目標 那當然 這個 有這個 這個 非核家園的共識 為了政府 也成立 非核家園 推動委員會 那麼 針對 要打造台灣成為 非核家園 要做什麼 做什麼 有去做幾位 拿出幾位 那 當然 這個 非核家園 這個目標 我想 到目前為止 大家可以看到 說 實在是 沒有爭議 只是說 什麼時間 要達到非核家園 這 一直有爭議 特別是說 這個 核四 是不是要去 要去完 所以 大家 一直有爭議 那麼 我 我想 剛才有說過 為什麼 環保團體 要 倡議 非核家園 我想 台灣 社會沒有辦法 享受 核電 所帶來的 危害 核電 平常 正常運轉的時候 它也會產生核廢料 核廢料 它 比較多的放射性 大概也是要放300年 這個時間 它才會 它的強度 才會衰變到 背景值的程度 這樣 比較高強度的 像用過的燃料棒 那麼它的強度 要衰減到 說 我們可以接受的範圍 至少 至少 要幾十萬年 所以 這些核廢料的存在 對我們 後來的怕孫 都是一個很大的 這個負擔 另外就是說 我們 核廢料電信 是不是可以 安全來穩穩 這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 世界上 重大的 核廢料災變 像 這個 全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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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很大的浩劫 日本的福島 也是很大的浩劫 那 我們可以說 那時候 政府就說 這個 這個 政所連 車路比的 這個 這個 核電基礎 也是跟 美國 也不一樣的基礎 所以 美國的 反應度 不會產生像 車路比 這樣 災電 但是 你發言說 美國的三里島 也是有產生了 依法 那 2001年的時候 日本的福島 他這個電視 也都在美國市場 也 產生了問題 平清 結構嚴重 他就是說 有三個基礎 是複雜 三個基礎 複雜 另外一個基礎 是 那個 放燃料棒的水底 也產生複雜 所以 農總武器的基礎 也產生複雜 也產生了異國 這種規模 是非常 比 車路比的 只有一個基礎 要加到嚴重 那麼 當然 這個 所以 我們台灣 其實 我們也知道 地盪 風胎 天然災 它是很多 所以我們也很可能 就像日本這樣 因為地盪 海嘯 會產生了 所以我們台灣 沒有這個條件 也不應該來發展 那麼 當然 這個 非核家園園的努力 當然是 我剛才說過 已經有二、三十年 的歷史了 當然 我剛才說過 我剛才說過 已經有二、三十年 也有很多人 在這裡 受到一些 司法上的 打擊 頂頂 可以說 很辛苦 當然 我們三越來 以後 讓 三越來 福德福齋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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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算是 一臂的 他們也很溫和 不過這就是 非常的豐盛 就是說 我們 台灣人 要說 要有 血淋淋 活生生 這種事業 一開始 感覺說 這是 很危險 就對了 是 當然 這個 雖然 現在 翻譯的民意 已經差不多 九、百分之七十萬 但是 但是 國民黨政府 也就是 一意鼓刑 想要把 核四 關掉 所以 今年 請 這個 相餘化院長 提出 說 這個 要把 核四 庭建的 這個 事情 要求國民黨 對立法院裡面 提出 核四庭建的 公投 所以 當然 我們 環保團體 警隊公民投票 決定 重大 政策 是 同意的 但是 環保團體 是 反對 把 這個 政府的政策 用 反面的 命題 來交互公投 譬如說 所以 他的命題應該是說 事件 是否同意 事件 應該是這樣 是 但是 現在 立法院 李慶華的 提案 是 你是否同意 核四 庭建 不得運轉 這是一個 反面的命題 對 這個是違背了公民覆決的精神 是 是 所以 如果 他 目前的 行政院跟立法院的情況 因為執政黨就是 立法院也是居多數 所以 如果 行政院要庭建核四的話 我想 立法院一定會同意的 因為 他同樣的黨 所以黨的政策 他就用記名投票 這個 這次 這次就是用記名投票 沒人敢投票 對 所以 行政院只要說 你要 要庭建 立法院一定通得過 就不會像 兩千年 變成總統的時候 行政院說要庭建 立法院反對 不會 所以 所以 我們是覺得 行政院 應該 要 以台灣人民 的永續發展為念 趕快提出庭建案 另外就是說 立法院 實際上是最高的民意機構 他也應該站在人民的立場 表達正確來呈現 人民的聲音 既然已經有70%以上的人民認為 核四應該庭建 那麼 作為 最高的民意的代表 事實上 應該通過 核四庭建的決議 那 這個決議如果 能夠通過 我想行政院 因為跟你是同樣的執政黨人 應該會接受 所以不會有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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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 這個什麼憲法的問題 因為 這個 立法院的決議 那麼只要 行政院 同意 那 就可以執行了 那 在目前的情況之下 那麼只要行政院 對立法院的決議 不要提出複議 那 也就可以通過了 這樣 對台灣人民來講 對台灣的發展來講 這是一個最好的抉擇 但是 當然 目前 還不是這種狀況 那 現在的情形就是說 行政院 很希望 讓這個 核四繼續蓋下去 我想這個主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說 國民黨 長期以來 主張發展核電 並且核四 在這個 1992年 正式核定 以後 那麼 當然 這個計畫 是1980年的時候 就是台電首次提出 在1985的時候 他都說 老國 老立委的時代 曾經暫緩新建 但是 後來在 1992的時候 正式的核定 這個核四 這個計畫 那麼 核四計畫 起到現在 已經 已經高達 已經高達 三千多億了 他一開始提出的計畫 是 差不多 一千七百億 到現在已經三千多億了 所以我們環保團隊 為什麼會反對 說 還要核四 還要一直去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這個錢根 你不知道 一直要追加 追加益山 要追加多少 是 雖然已經三千多億了 但是核四的施工過程 其實是 這個弊端不斷 所以 他的工程的品質 是堪憂的 所以現在 行政院 是要求這個核四 做所謂安全的檢查 那麼 行政院 就是 剛才說過 就是 他因為 一直 擁護核四的興建 並且把這個 預算 已經投入那麼多了 所以 他變成 現在 他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所以希望就是說 是不是 用這個 這個 停建公投的方式 他可以來合理化 這個 續建 當然 人民 我想 是 是 反對這樣做 人民的想法是說 這個 台灣的安全 是優於一切 過去 當然 政策不當 導致了這些浪費 但是 萬一產生核災 那麼 我們要付出的事情 比這個要更多 這對於 日本福島的核災 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 福島核災要 要處理這個核災 政府已經導致非常多的錢 幾條的錢 到什麼順帶處理的核災 那些核災 也不知道 當然 根據放射性 物質的性質來看 這個受到物量的土地 如果可以說 可以恢復到可以使用 那些要幾百年 幾百年 所以 所以 變成 萬一產生福島的核災 這個後果 事實上是非常難以承擔的 剛才我們說過 只要發生在台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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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要做什麼 去哪裡 我們的食物遭受污染 飲水的污染 我們產品的污染 所以 我們 沒有乾淨的水可以喝 沒有乾淨的食物可以吃 我們的產品 污染也無法外消 所以 這 將會導致台灣 整體社會的崩潰 跟國家的魅亡 聽說 湖島那些 日本湖島那些 受難的居民 他們 也 協助他們 日本人 都會歧視 你要去他們那裡大 他如果不見就歡迎你們 也沒有人跟他們結婚 所以 他也沒有 大部分也是沒有在那裡去 要聽地方 政府說 我會在 跟那個小孩說 喔 你如果 你如果說 走去北海大 譬如說 我從來東京 我從去北海所在台北 走到 他就說你是 南小鬼 然後 你看 受那些苦的人 他現在也沒辦法背上 所以 你知道他們的監控 你就知道 這個 發生的事情 要怎樣 我們一直都在經歷 說 我們這十堆都安全 沒事 政府都是在移民政策 所以 核廢 都安全 為什麼 都沒有放在 南書 為什麼對大陸人 這麼不公平 是 是 像 像 普通頭剛才 有關 核災產生的 一種問題 像 這個 春朗比 核災的時候 他也是要簽 嚴重 污染區 差不多30公里範圍 裡面的 這個民眾 差不多 一、二十萬人 那 日本福島 也一樣 他也要簽 30公里範圍裡面 也是 一、二十萬人 那 台灣來說 差不多 台北地区 不管 核一、核二、核四 都要簽 這個 30公里範圍裡面的人 就 三百萬至六百萬 不知道要搭一搭一搭一搭 這麼多的人 不知道要搭去哪裡 另外就是說 這些 遷移 那麼 會 原來的社會網絡打破 所以 被遷移的人 其實 一邊認到一個 未來不知道怎麼 生活下去的問題 因為 他既有的社會網絡沒有去 他既有的謀生的 地點 也 沒有了 所以 他要重心去 摧 摧 摧 他要重心去 建立 消費關係 這 都是一個 對財民來說 都是一個 很大的 問題 所以 台北一直說 這個 核災 都沒有死多少人 擔心什麼 但是 這台北沒有看到 有更多的人 數十萬的人 因為這樣 要過到 不一樣的一個 生活要對 這些外人 其實都是一個 折磨 這種折磨 其實是一個 很痛苦的事情 那麼政府 為了這些 也是要 用到很大的 組員來處理 是 那麼當然 我們剛才說 就是說 我們這個 核能電廠就是 正常運轉的時候 要是說 它的產生 它產生核廢料 那麼 核能電廠的興建 以及核廢料 要放在哪裡 公共都是選在 這個 偏僻 偏僻的地方 比較弱勢 比較弱勢 比較弱勢人民的地方 其實 當然 在台灣最弱勢的 就是我們原住民 所以像 我們這個 核廢料 早期 核能電廠產 這核廢料 就算上去 南嶼 搬去 南嶼這樣的地方 我們住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原住民 達物族的原住民的家鄉 達物族他都沒有用的核能發電 但是他的家鄉卻被設置了掩埋場 這個低放射線的核廢料的掩埋場 當然這個冬村要去設置的時候 那麼當然台電是說要設置罐頭工廠 都要體平 但是安全是怎麼又要體平 對 當然政府以前的打算其實是 他叫做暫時儲存廠 所以他本來的用意是想對台灣 大家的核廢料同放在南宿這個地方 然後再對南宿要把核廢料同拿去 等太平洋的海拋 當時是要這樣做 那些燈下去我們那盤都沒有序 盤才就沒有序了 要是因為有些國際公約禁止海拋 所以以前放在那裡 現在大概有放十萬桶在那裡 十萬桶 那五十五家倫的桶子 有十萬桶在那裡 那麼這十萬桶 這些桶子 幾年前就發言說已經有 生鏽腐蝕 破壞 所以有經過所謂再檢診 檢診 重新裝潼這樣一個過程 不過就是說對這個南宿 來放這個核廢料同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說 這是一個環境不正義的情形 對 原住民 要是說比較偏鄉的人民 也沒有享有 他應該享有的這個環境權 像我們這次在營 營營阿輝的這份手 讓我們的兼孫 的兼孫的兼孫 還去處理 這也是違反我們的世代正義 這是違反世代正義 永續發展的理念 對 當然 至於現在的這個 南宿的問題 那麼政府 台東現在也在找新的地方 要來放這個核廢料 現在找的地方 也是都偏鄉 像有一個地方 台東的地方 達人鄉 南田村的地方 這也是原住民的生存領域 所以這也是 如果真的放在那裡 這也是一個環境不正義的案例 我們這個環境人權 其實是很重要 這也是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這個 現代的社會來講 環境人權 也是慢慢被認為 是基本的靈寬之一 當然我們傳統的基本靈寬 的觀念是以前 已經慢慢發展了 但是這個環境人權的觀念 差不多1970年代才發展出來 像我都在電學國 在1972年 在斯德哥爾摩 開了一個人類環境會議 提出人類環境宣言 在這個宣言裡面 就提出說 就是說人 每一個人 應該擁有這個環境權這樣 所謂的環境權 就是說 每個人都享有 安全 健康 舒適 生活環境的這樣一個權利 這個權利是不得交易 或者被剝奪的 當然再前一步就是說 每一個人 也富有 保護這個環境的責任 這個責任是 不分族群 黨派 宗教等等 是 市老師 我們一陣 因為我們去 協電槍賽 其實都是投給美國 美國去買日本的基礎賽 我們一陣 我們國家根本 台灣都沒有在生存 那個幼礦 那一陣 我們不跟美國 賣我們這個 我們那時候 怎麼沒有要求 我這個核廢 你不把我拿回去處理 我沒有人在處理 我錢給你 我們那時候 沒有這樣要求 其實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用過的燃料棒 是要送回美國 美國也怕去做核武 因為美國也怕 因為很多人發展的核電 我們希望 對核燃料棒 用過的燃料棒 裡面去提煉布 布可以做原子彈 美國同學也是要求 我們要送回美國 但是最後 因為美國公民 反對 所以 我們沒有送回去 所以我們放在台灣 對 當然 我們也希望 美國可以 扶起 擠飲 來 處理這個 荷蘭料 用過的 荷蘭料棒 就是一個 原來是一個 改革的方式 不然對台灣來說 我們 要處理這個 差不多 幾十萬年 這個 才可以 那個 它的封射性 才可以衰減 衰減到 我們可以接受的 這個 用過燃料棒 其實是很大的 一個挑戰 可以說是 找不到這個地方 可以來處理 像最近 這個 日本的 前首相 小泉 純一郎 他也覺得 因為 日本應該廢核 對 他的理由 對 他們的理由 在前首相 認為應該廢核的 主要理由 第一 就是 核電不安全 第二 就是 核廢後 沒辦法處理 所以 這個 核廢後 如果 美國 管理 拿回去處理 我們當然是 很高興 是 當然 這個 現在 世界各國 一直 還沒有辦法 把這個 核電 這樣 把它 把它 廢止 主要是 你在認為說 核電可能 可以 來檢查 二氧化碳的排放 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 沒有看到 核電本身 危險昂貴 一害萬年 這個本質 還沒有被清楚的認知 認為說 核電可以 來 來 提供電力 可以 來降低 二氧化碳的排放 實際上 這實際上 是一個錯誤的 一個認知 事實上 在 這個 聯合國的氣候變化 公約公約會議裡面 也沒有推薦 用核電 來作為 一個 減少 二氧化碳 排放的 一個方法 那 世界上 我們知道說 釉礦其實是 有限的 所以它有 用完了一天 另外 釉礦從 開採 提煉 用這個 二氧化碳 產品就是 二氧化碳出來 到燃料棒 使用 用過的這些 燃料棒的處理 複製 這個生命 周期裡面 也是會排放出 二氧化碳來 所以沒有辦法說 它是 一個 減碳的 一個好方法 事實上 反而是妨害減碳的 一個 措施的才行 而且這核電 暫時 即運轉 一定是 那個機材 它不是 我們那個 火力發電 可以說 我把你降下來 升起來 不行 它不好調整 對 因為核電 三氧化碳 晚上 電比較燃 因為電太多 叫人家去 鼓勵浪費能力 謝謝 核電本身 因為 不容易控制 所以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升載 或者降載 都要 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 大部分都 變成機材 機材發電 那麼 當然 這個 核電本身 它效率也比較低 因為怕危險 所以它的 這個 基礎裡面的 蒸氣的壓力 溫度 不是 跟傳統的火力發電來講 是比較低的 所以整個發電的熱效率 其實是 比較低的 所以 但是 現在就是說 如果真的說 要去做好 這個 那個 節能減碳的工作 我想 發展核電 是一個 錯誤的方向 因為 我們 比較沸騰的 其實我們應該要去 做好 節約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 然後 做好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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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能源發展 這樣的工作 你 說 我用核電來 來供應電力 就有藉口說 不要去發展 再生能源了 就有藉口說 我們電力充裕 所以不用節約了 所以 其實 這個 核電 跟這個 節能減碳 其實是 倍到而止的 做法 根據 國外的 這個研究發言 就是說 你去開發 核能電廠 所用的 經費 用來做 節能 頂頂的工作 你可以發揮 七倍以上的效果 所以 我們投資 在節能減碳 再生能源 這是一個 根本的方法 對 那麼當然 現在 政府 因為 長期以來 擁護核電的管理 我們也看出 台灣雖然有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條例 也是 經過很大的力量 幾年前都通過了 通過以後 實施到現在 我們這個 這個成效也是很壞 到目前為止 我們台灣的再生能源 也不減我們能源供應的 不到百分之三 整個 再生能源 所以 基本上 我覺得 我們就是 一直 沒有辦法 真正去 落實 非核家園的 理念 一直想要 然後 這個 繼續 來 合適 使得 我們對於 再生能源 以及 節能減碳 這些措施 都一直 沒有辦法 很有效的去 去推動 去推動 施教授 你看日本 兩個前首相 兼職能 和小全 你看 他們都 他們有在處理過 能源 作為首相 怎樣說 這個核電 這個是不安全的 那這樣的 我是有時候 有一個議員 就是說 我們 在日本也都一直在交流 說 核能是萬能 我們在台灣也都說 你核電還沒去 我們就會 能源不高 什麼 後來就 其實我們 在台灣 我們在世界 經常有戰爭 是有那種戰爭販子 他就這樣賣武器 你武器 不去燒台 他就不勝利 核能 這也是這樣 尤其是 國際 有10萬的核能 這種 這種 都是這些 一直在燒 從日本 說來 這也是一個 帝國 或是 這種邪惡的 是 那種 這種 這種 這個產業 背後一直在拉筆 讓你這個 一國 走這種 錯的方向 是 有這麼多 日本人 他們也是 都受了這種 一直在灌輸 是 基本上沒有不對 這就是國際上 有核能利益集團 這核能利益集團 這核能利益集團 是以美國為代表 他強力推銷 像我們台灣的核能電廠 都是美國 廠商得標來 來新建 現在 當然 日本也是變成一個核能大國 所以 這邊 像核四的一種基礎 也是都從日本來的 所以 我們 就要用人民的力量 來 抗 抗衡 這個 核能利益集團 它的這個 力量 所以像 這個 亞洲地區 也有 行程 飛河亞洲論壇 是 聯合亞洲各國 人民的力量 希望能夠對抗 這個 利益集團 對核能的 推銷 台灣我想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要在這個 這個 這方面更加的努力 當然我們很高興看到 現在差不多有 百分之七十個賓獎 可以支持 我們這個 非核的目標 是像 政府一直說 我們現在 不合適可能 會 缺電 是像 我們 這幾年來 我們的備用容量率 都百分之二十 以上 百分之二十 以上 比如說夏天 我們用電最多的時候 我們要有百分之二十的 發電容量 沒有被利用到 所以如果 現有的核能電廠全部停止 也不會缺電 將來不 新建核四 將來核四不運轉 也同樣不會缺電的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 走向非核的能源方案 我們應該做好 那個 節能 提升效率 發展再生能源 這樣攪拌 台灣的再生能源的潛能 其實很豐富 只是我們長期以來 把它 這個低估 並且 給予很多障礙 使它難以發展 節能減碳 節約能源提升效率 比如說 我們在住家 或是商店 或是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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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 都可以提出一些 節能 或者提升效率 的一種做法 比如說 以免獎來說 比如說 我們可以去買 省電的燈泡 省電的家電 這都是一個 那個可以節能 個人可以做的事情 當然 比較重要 就是說 我們民眾在這個 政治任務的選舉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去 看好清楚 我們要選出 支持非核家園的候選人 這樣我們國家的政策 才會真正 落實這個非核家園的政策 免離核災的恐懼 免離核災恐懼 確保台灣的永續發展 是 聽說我們的核一核二核三 還要研議 阿發燦這機器已經 用30年 他還要計算用 這也是勞修 是 其實我們是呼籲 政府不要讓核一核二核三去研議 應該要看他的這個 機組他已經老舊了 所以能夠及早停機除役 是台灣人民之福 謝謝 好 今天就是環境最前線 永續台灣看得見 感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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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